好来看看台湾精品奖 享誉国际这个奖项呢 也是不少台湾买家来选购 台湾产品的一个参考指标 而经济部呢 就吸手资讯软体协会 举办了台湾精品 AI科技智慧升级的线上记者会 AIOT串接机台 利用AR远程专家解决制程问题 减少50%工作负载量 运用AI技术侦测 找出难以判读的微小病灶 让糖尿病患者早点发现 视网膜病变及时接受治疗 疫情之下企业将危机化为转机 纷纷数位转型推动产业升级 台湾精品AI科技智慧升级 线上记者会一号盛大举行 聚焦智能制造智慧医疗等领域 六家台湾顶级企业品牌 展示最新技术与产品 向全球分享台湾的科技软实力 也期待输出这些AI解决方案 共同开拓商机 再次新闻综合报导